衝擊波治療 衝擊波治療是一種先破壞再修復的治療 亦是一種非侵入性的治療 到底它是甚麼來的呢 今天我們很高興再邀請到 注冊物理治療師陳啟泰 Raymond 跟我們說說 Raymond 你好 你好 首先想問一下 其實什麼是衝擊波治療 其實它的原理是怎樣的 第一個原理 就是刺激一些regeneration 是對的 重建 但是重建的機制 除了一定要將細胞破壞 它又不是完全一定要這樣做 這個機械能量 是會誘發我們的身體裏 將它轉化成化學能量 它最主要的影響 就是刺激我們的細胞去釋放 各種各樣的chemicals 很多不同的化學物質 很多的一些化學因子 或者一些growth factor 我們稱為生長因子 來帶動其他細胞 引導一些細胞 去發生生長的過程 包括製造新的血管 因為衝擊波是有一個機制 原來它是可以減少了 它在衝擊中 或者治療的部位 那裡 一些痛感神經線的敏感度 它可以減少神經線之間的神經傳動物質 因為神經線傳遞痛楚的訊號 它需要有一些傳動物質 它會減少這些物質的釋放 以及將某一些神經抹梢破壞 亦都令它不要再生產出來 於是整個範圍對痛感的敏感度就減少了 因為神經抹梢也減少了傳動物質 所以直接醫治到痛症 第三個也是近年比較多 以前不會提及的 就是減少肌肉脹力 尤其是一些腦部受創的病人 例如中風病 就會出現靜聯 靜聯即是說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 肌肉張力很高 簡單來說就是繃緊 原來發現衝擊波的使用 是可以令到這些肌肉 和供應這些肌肉的神經線的刺激度減少 之後我想問一下 其實上網看 衝擊波有分散發式壓力波 和聚焦式的衝擊波 其實它主要的分別是什麼 主要的分別就是兩種不同的技術 去生產出來的衝擊波 首先聚焦式的 它意思聚焦就是 它有一個焦點 它發射出來的時候 它是以一個這樣的形狀 例如我現在發射一個衝擊波 它是以一個聚進去 即是有很大的能量 還要集中在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對進某個位置去打 而且它可以控制到深度 越深的地方它才是越聚 它聚到最後 其實是一個直徑5mm那麼小的面積的地方 至於散發式 它產生出散發式的壓力波 或者其實我們都會叫它擴散式的衝擊波 因為有不同的叫法 它原理上面其實就是 發出來的時候 它在皮層上面 是向外擴張的 所以越入得深 它其實那些能量是越散的 簡直來說 越入得深 它就越沒有焦點 越稀疏 所以大部分的能量都集中在哪裡 很近皮膚的地方 大概1厘米至2厘米之內 但是它能夠遍及到的面積就闊很多了 那如果那個衝擊波 其實它的治療過程大概是怎樣 它會不會出現副作用 或者其實它恢復的時間 久不久 打下去的時候 它真的以一種好像撞擊的感覺 那個人會感受到一種被撞擊 或者甚至是很噓到很深的一種刺痛的感覺 那長達多少呢 那當然因應不同的疾病 剛才所說的幾個不同的可能性 可能都在用不同的時間 每一個section可能是10分鐘 5分鐘至10分鐘 15分鐘不等 因為它是逐一逐一計的 它打的時候可能有幾百下至幾千下 屬於一個疾病 或者一個部位的處理 橫跨的時間可能就是 由5分鐘至15分鐘不等 以每個位置這樣說 患者的感覺當然是痛 也挺痛的 但是副作用呢 據我們現在所知的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大的副作用 基本上所見的就是 痛 或者時候都有一些痛在 一兩天的時候 又或者是雨 或者那個地方有減少少的發炎 腫脹了 那我想問一下 衝擊波治療 其實它的副作用都比較少 但是有沒有說有些人 是比較不適合這個治療 第一是孕婦 那基本上如果 其實說真的如果是懷孕的話 其實有很多物理刺激電療的方式 我們都盡量去避免使用 因為怕干擾了它那個胎炎 那我們都知道 尤其是在那個胎胎的位置 去到附近去進行 終於是一定有害的 那在身體其他地方 我們都盡量去避免 那第二就是在一些 比較嚴重一些 有發炎的區域 那些發炎 就是一些感染性的發炎 有菌那些 那些發炎我們知道 譬如一些高強度 即是一些 不是高強度 即是任何衝擊波 你盡量去避免 在這些區域去到施行 或者那個人本身 在發炎的 發燒的 他身體可能出現感染的 我們都盡量去避免使用 又或者 他身體裡面有一些 出血性的疾病 很容易出血的 即是他血的 凝血能力比較差 又或者 他血管裡面 有些閉塞 是因為血塊形式 這些關於血的凝固性的疾病 我們都盡量減少用的衝擊波 尤其是高能量的衝擊波 即是最消息的衝擊波 今天謝謝Raymond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